开inas科学院问你说 可以创造就业吗 其实我去 你记者就要去调查 你不要说 我可以说可以创造就业 我就会去查 原来科学院去上班的人 都是高中以上 那我再去问 那边的人你都念到什么 是比 acid 比 Tamens 就是两科 我说ín Что 何干 他说可以到我们科学院 去做清洁工 我说那你需要一千个清洁工吗 还是两千个 你要一直追问 就像你剥白菜 剥白菜你要一直剥 一颗好好的可能剥到里面是烂的 当记者就要剥白菜 剥白菜 好 讲什么讲到我得奖 然后我就得奖了 就当了独立媒体就得奖了 然后就很说 奇怪 以前开始在报社会怎么样 怎么离开报社就得奖了 就是 所以我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 我跟各位分享 我会把他拉大看得比较瘦吗 我那天听到一个环保署的一个妹妹讲 就好有道理 她说人生好累 所以要五十五刻偷懒一下 现在我一直在讲好笑的事情 就是五十五刻偷懒一下 放自己运码 五十五刻也要勉励一点 大家有看日本跟中华队打那一场吗 一定有 其实我都忍不住会帮日本再加油 会不会有人打我 每次打都会这样 你就会看到那个 你看他从一垒倒到二垒 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他就硬要倒 或者你回想他其实那一场的圣的关键就是他从一垒倒到二垒 他一定要我就是一定要 我就是不服务你 就是那个精神这样 你就会看到很多日本球员 外野手接球的时候就会撞到墙壁 反正你看他打球 你就会看到很多 那你这样回味无穷的画面 可是我还是希望中华队赢他出一份 打到十一点 好 开始独立媒体 其实我当独立媒体也有很多阶段 很多阶段 所以当记者也是不断的反省的阶段 比如说我认为我有那个根源情 大家不要看我简单连画就很有零 其实那个根源情也是 因为我算是第一个嘛 所以中间有一些那个心路历程 好 那后来呢 比较突破就是跟一些媒体合作 然后扩展 然后现在又有不同的状况 结果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状况 自己想的东西不一样 那根源情的时候我做什么 其实大家都说 哇 你好厉害喔 怎么变成 为什么你不在联合报待了 要做独立媒体 那我其实如果联合报可以 如果抹报可以好好待 我为什么要做独立媒体 其实抹报薪水不错 为什么你要做独立媒体 所以我在根源情的时候 有做了几个决定 其实那时候离开 有很多人要找我去工作 到今天还有人打电话叫我去工作 你要不要来我们自己上班啊 我说我这辈子绝不再上班 我绝不上班 来吧来吧 我说不 好 这很多很多人会收买你哦 我那天以为台说要叫我去停火当总编辑 要不要答应 要不要答应 开完家子哦 好 跟运气就是我做了一些决定 就是说你要锁定报导的领域 你不相信你自己部落格 有部落格去找 有哦 你这样锁定领域 你每天写说哇 那棵树快倒啊 那棵树快倒了 第一天写没理 对不对 第二天再写 第三天再写 第四天再写 写到一个月 那个可能什么都发局 什么组长就会打电话给你 哇哪棵树要倒了啊 我给你保证 给你保证 所以你没有部落格 你一定要锁定领域 你写写写 久了就会被看得到 尤其有Google之后更好 其实Google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没有大小 有没有觉得 没有大小 像以前雅虎 雅虎你如果Google某某某什么 出来会 你会发现有排第一排第二 那个是可以交易的 就是我拿钱跟你买 那只要有人Google我 你给我钱嘛 你就会跑出第一位第二位 其实Google没有 没有 所以独立媒体 有了Google之后 他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力气 就是你只要Google什么 你只要刚写的 修正的第一行就是你 所以你不信你回去打中科三期 第一行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 有洋乐社长 那更不用了 就是一定是我 对 所以网路没有大小 Google没有大小 所以他叫天神 Google天神 所以你要锁定领域 然后呢你要成立一个部落格 那部落格你不要老是写你家什么猫 猫生狗什么的 你不要老是写这种 对 就是你不要抒发你的心情 你就是我一开始就会决定 那就是一个新闻规格的网站 你不要写我今天又怎样怎样 我怎么 隔壁阿伯 怎么很像 不用讲这样的奇怪 就是猫生狗 小猫打小狗 这种新闻 不然就是什么肚子碰 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你要印一张名片 就像刚给各位的那个名片 印了一张名片 然后你要 我要主动报道 所以我不认为我是freelancer 我不是freelancer freelancer是什么 就是某某杂志社叫你写 所以你去写 委托报道 不是哦 我都是自己去跑 然后搞完之后就打电话给上周总编辑 你要不要这个搞 好好好 好我要 你不要是不是 那我卖给金周干 就让他不要 不要 我卖给公司 就是你要有保有你那个跑的主导权 所以有同学问我说 那你现在当独立媒体接案 你还不是会碰到更过去的状况一样 人家给你乱改啊什么什么的 只要有人给我乱改 我下去就不会再给你搞 就给别人这样 所以就是说你要当独立媒体 你就要做到这样 就是不然你就回去上班就好 那不然你 你干嘛那么辛苦 那当然就是前提就是 你要比较稍微不缺钱 这是前提 这是真的 你要稍微 没有那么 对钱的那个急迫性没有那么高 你才有办法像我这么帅 对 好 那给我乱改 他就惨了 另外就是说你要集中力气 不要做报导以外的事 其实那时候离开联合报 就会常常有人找你去当名嘴啊 你要不要分析一下联合报怎样啊什么什么的 不然就是还有人找我去捡彩 捡彩我到底要干嘛 然后到现在没有人找我去准菜 车上春树听说有人找他去示范那个三明治怎么做 所以我尽量不要做跟报导没有关系的事 我如果每天打报导其实连上课都很少真的 那是因为彭瑞想叫人上课其实上课真的很少 你看上一个可以要准备多久啊 像我这种很浮沫的绝对不会 我今天在这边绝对不是随便乱讲 我也不会把我刚讲完的POWERMODE拿来这边放给各位看 不会这样 绝对是从第一行到最后一 又是从全新重新做的 对啊 所以你尽量不要去做报导 去办法每天打断的花式招展 你大概独立媒体也不要什么 也不要做了 好那另外就是先不要做赚钱的事 这句话听起来乖乖的 对 不过那时候就是说先给自己三眼看看 如果看看 如果看看不行再说 反正 反正三眼 其实我觉得人也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 比如说像以前 没有 这三堂是绝对不会插在脸上 那现在就会去买那个 什么叫开价化妆品 开价化妆品 觉得好像也没有变比较重 跟 好 跟云琪 那其实很多 很多人没有办法做独立媒体 我觉得都是 原因都是出现在这一页里面 像那天又有个人说 他又要想做 我说那可以啊 可是我刚刚讲说 你先不要做想赚钱的事 他就没办法 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暂时不做赚钱的事 可是你看李安刀导演以前在家煮饭煮几年 六年 对啊 就是他在家煮饭煮六年 对 那你先是怎么想 怎么讲 就是 你从那样子就不行 你没有那样就真的没有办法 也去娶了一个好太太 也去娶了一个好太太 娶了老太太哦 对 我没有好先生 靠自己 好 所以呢 你看我很多名片 对不对 就是很多名片 不过就是说 我刚开始 刚开始真的那个身份的事情真的是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其实各位现在要当独立美已经不会 因为已经有我走在前面了 所以不会有人问你很奇怪的问题 那一开始就 你就会被问到很奇怪的问题 那当然认识的环保符呢 他就会 他看到你坐在那边 他会觉得说 奇怪你 你为什么还来记者试 你为什么还来记者试 当然不会认识嘛 所以他也不方便说你不能来 所以呢 大家呢 对敌人其他也不能残忍 他们当时就是 宽容我 所以才会保养他 被做大胃 赶快走 他说你堕落阁主是记者吗 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可以来采访 另外就是有一天 我看到我在环保符的记者名单 名单不见了 我竟然被环保符记者除名了 当然那时候环境知识学会帮我很多嘛 他就是让我刮他们的特业记者 所以有些事情就顺利 不是这样就了了哦 那时候环保符还去查说 果然知识媒体吗 还去NCC问哦 果然知识媒体吗 为什么就是我今天可以在这里采访 后来人家就回他说 记者说他事就是啊 大家要记得这句话 并不需要来我们这边登记 所以就这样逃过了一集 然后就是很多事情你会 会让你觉得 我讲这个都很简单 可是那种心里的微妙感觉是很奇妙的 比如说像环保符 他如果回某某媒体就会说 某某记者 如果觉得记者写什么什么 可是他就会故意称你女士 那其实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感觉 那个感觉的强烈 你就会觉得他故意的 他就会故意告诉大家你不是记者 所以他会告诉你 诸淑娟女士 就中科三集有一次写的回我第一篇 那这个后来我会从我某某那边听到 某某的长官就会嘲笑你 就说你以为你这样就当记者了 就是同事会跟我讲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说当时那个困难我觉得 回想起来 其实我是神经比较大调的 也不是神经比较大调的 就是说各位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如果男朋友离开你 千万不要以为你长得很丑 是他没有眼光 是他没有眼光 所以你不要随便否认你自己 我完全知道我是怎么离开报社的 大家知道我是怎么 我不是自己很勇敢的离开 是四年前的3月12号晚上 长官打电话跟你说 你要不要走了 是这样 那我就跟他说 谢谢你啊 这千年来给你照顾啊 我们长官就讲一句话 说这小猪果然是见过世面的 其实我完全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 所以有人对你怎样你不要在意 你就走你自己的路 那另外就是你会面对受访者 对你那个态度的改变 那个真的很微妙啊 真的很微妙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记者 他其实离开之后 他会赶快去找你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样大家看他就不会很奇怪 他像我就是很奇怪这样 他令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去参加人员会议 去采访 就是要这样子 他经济部长坐在前面 那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第一个举手 眼光报记者了对不对 我问完才能到你问 这小报记者什么东西对不对 也不要录起来 大概邏輯是那样 以前如果记者会 如果我到了 那个长官就会说记者来了 其他的没来的关系 我来了就记者来了 可是那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 都没有举手了 因为我不知道该跟部长说我是谁 那件事情对我冲击很大 你知道吗 冲击很大 就是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办 那个到现在四年了我还记得这件事 就那个会场我一直要结束 都没有举手 那当然谢明海大哥有回我 我写过这一段嘛 你回我 你怎么回的你说 然后从此之后我就拿着 刚刚有拿到明天的举手 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 我就会每天晚上 就对着镜子 念 不只百遍的念 念说 我是环境报导猪鼠圈 我是环境报导猪鼠圈 你知道那个困难 那个真的很难哦 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困难 就每天戴着镜子练习 其实练习你就会习惯